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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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个景色多漂亮 那我们来到前身是和室的一个房间 那听闻全家屋最多机关就是这个存房 这一格应该是最开心的一格 这一格 我也是一个挺奇怪的客人 这间屋究竟前前后后花了多少钱 这样买一个二手单位呢 我是没什么担心的 主导来这间屋已经很开心 感谢居人、作息公司 去帮我整一家我这么喜欢的屋 大家好,Evani 今天邀请了我们的客人 智慧来拍她的Home Tour 因为这间屋的买卖和装修都是由我安排的 经过了为期四个月的装修 现在的屋已经变得很漂亮了 那我们首先轻轻参观一下她的屋 然后再找时间和智慧聊聊天 那我们由完班开始看吧 这个完班的鞋櫃已经经过改良了 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 我喜欢它的鞋櫃底 因为间接照明 显得很高级吧 然后我们先看看厕所 哇,自动感染的厕所 其实我是很喜欢它的镜 我们参观过的屋 十间有九间 应该说十间有十间都是没有发镜 这里它安装了镜 然后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洗手棚 我刚才进来看 我觉得这个洗面台的尺寸很特别 好像不像我们平时参观日本楼 那种小小的洗面台的尺寸 我记得那时初来的时候 就有一幅这样的空心墙 我特地走到这里 帮它试一试它那幅墙是否刷得走 我还特地叫你认识这个位置是多少 是的 因为当时它有这么长的位置 第一就是洗面台不可以弄得那么阔 第二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洗衣机那边 还有很多位置是完全没有用的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是拌了它 然后就直接弄一个大的洗面台 然后旁边放了洗衣机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合适了 是的 男嘉宾来完你的浴室 免得试别人的浴缸 你不是最喜欢浴缸的吗 是的… 很厚, 全都伸直了 很大 我们来到前身是和室的一个房间 现在就改建成一个洋室 就是智慧太太的工作室 大家看到这里很空旷 是不是很舒服 我很喜欢她的椅子 我也很喜欢她的颜色 接着我们就来到这个猫猫房 兼智慧的房间 真的很羡慕 她们有一人一间房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 很快的 连猫仔都有自己一个房 大家看到这里 猫猫其实在里面 不过她很害怕人 今次这个睡房 经过你的大改造大翻身 我记得你那时候找我的时候 你说想弄一个特别的床板 对吧 本来就是想弄一张五尺床 但是发觉这样弄一个床 然后要跟装修公司聊天就很难 然后后来发觉上网都很难 因为日本好像很少 那么大的床 是 所以最后就决定 买两个三尺床 然后再买两张三尺床 然后再买两张三尺床 然后上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 然后这些是在价修买的 很容易的 然后说明书这样连 就博得到 但是晚上就漂亮很多 真的很有感觉 门头 它每一道门都专门订了一个 给猫猫用的门 不是太喜欢用的 因为好像说这块有点重 聽聞全家屋最多的機關就是這個廚房 不如介紹一下是什麼機關 其實這個都是一體式的廚房 所以訂做的時候可以選擇 我想要什麼的設備 譬如這個是食用水的 這裡是正開的 不是拍製鑽的東西是另外分開的 然後這裡的洗手盆 它有這些設備給我們使用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不用硬碗買到浪碟的架 在旁邊浪費一些位置 還有針板 聽聞針板擺好之後 然後湯魚很方便 然後我最喜歡這個出水 它完全不用碰到 挺好的 現在疫情 可能洗手的時候我們不用特意打開 我又怕這個位置髒了 不知道怎樣去洗 然後就會這樣 然後這裡就變成攤水 對 它就觸碰這樣便可以了 有一個感應器 然後那些櫃這些全部用得到 即不是裝飾櫃來的 除了這個是比較小的 因為這個是洗手盆 其他這些全部都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唯一這個騙你的 這個就是洗碗機 這個洗碗機很深 鍋子都放進去 不是那些大炒菜的鍋 但是小的煎鍋也沒問題 都放進去 有沒有印象這個洗碗機的錢 我沒有印象這個獨立多少錢 但是整個廚房應該是200萬日內 十多萬日內 香港的整個廚房都可能要 其實這些配置 這些配置都很方便 我覺得香港比較少見 但是日本它很流行 就是後面這些是金屬牙 然後它就可以買很多小的配件 然後不用轉場 不用吃 它就這樣貼上去 它用瓷石和吸管 就已經很穩陣了 它用來晾鍋蓋 這樣就很方便 那些汁就不會滴到 真的也是 最後你只洗這幾隻 可以拿走的小碟 這樣就搞定了 這個鍋蓋真的很實用 因為平時煮的鍋蓋 放在一個已經很大的位置 然後整個這個位置 就有很多蒸氣 水質在那裡 又要抹又行 然後這裡也有些基本配置 日本很多都是有這些 這個位置應該沒有用過 我們沒有用過 我們沒有用過 因為後來我們也買過這些 即是蒸焗爐的 我想問你烤多士 烤多士我們也是用這個 去考 因為其實這個習慣用這個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日本的 這些微波爐或焗爐烤多士 是非常之慢 可能要10分鐘 但如果用這個 反而可能兩分鐘已經KO 是的 這個應該會快一點 我想這兩個它有個分別 就是它這些烤爐 它還會加水 即是如果你買一些 例如披薩那些 它可能會煮得更好吃 沒有啦 沒有什麼特別 垃圾桶 垃圾桶我們沒有買到很大 因為其實這裡下面 每天都有一托垃圾 每天所有類別都可以托 挺好的 不用擔心廚遇的問題 那一戶見的人 就要留一個更大的地方 去扔垃圾 然後就看看大家最喜歡的雪櫃 其實這個雪櫃是用不完的 上面都是一些正常的東西 雙門 都用不完 這一格應該是最開心的一格 嘩 很大的冰格 雪糕可以放很多 神經病 即是每天吃一個雪糕 怎麼吃呢 其實這裡是升級最厲害的位置 因為我們以前香港的冰格 我想只有這麼小 即是我以前香港的雪櫃 都大大 不知道它的冰格很小 你現在可能多了五倍 其實這個位置也大了很多倍 還有這裡下面 放野菜 蔬菜 蔬菜的格其實對我來說 不需要這麼大 永遠都放不完 是啊 然後我們來到這個廳 這次這個廳 就不是特別大 不過它的賣點 就是它的景 一起走來看看 嘩 嘩 大家看看 這個景色多漂亮 這裡正在附近沒有一些 很高的高樓大廈遮住的景色 好了 那我們看完家屋 現在就想和志偉聊聊天了 不如你來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吧 我是志偉 香港人 剛剛在三月尾 就移了過來日本這邊 在這邊就開始生活了 那我想問一下 你這次是用什麼簽證 進去日本的? 其實我現在這一刻 就叫做拿一個留學簽證過來的 就是在這邊會讀一年日文的 讀完日文之後 再看看之後的發展是怎樣 可能本人工也好 或者基金管理簽證也好 到時候再轉簽證 但我也有些好奇 就是想問為什麼你會選大阪這個地區 其實選大阪最主要就是喜歡大阪 因為來過日本都二十次了 其實去過很多日本城市 最主要都是大阪 其次就是對於移居過來生活的話 其中一個考慮就是 生活費用 樓價等各方面 始終如果是大城市的話 東京那邊都貴很多 在大阪這邊的話 就叫做寬闊很多 就是可以很便宜 亦都可以很貴 即是市中心率很貴 但要便宜的話 例如我這裡都可以很便宜 以我的經驗就是 大多數的香港人 就算對日本的物業有興趣也好 他也是會找我 幫他找一些適合他心水的盤 但是 今次這個個案 在我的經驗裡面 就比較特殊 就是你自己已經是 找了一個盤 指定了一個盤 然後找我經由我做買賣 我想問 你最初是怎樣做一些功課 去預備好 然後就決定買這裡 我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客人 不是 自己做了這些 我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是 我一開始就是看很多上網資料 其實日本的房地產買賣 很多人都說過 來來去都是那幾個大的盤 我當時主要是看at home 因為我覺得at home的版面都容易看 就算我們不認識日本的人 都相對容易了解 那個盤的各類型的特性 我很早已經選擇了大版 所以我就在那裡不斷去找一些大版的盤 還有我們也很早已經選了 應該是會住mansion 因為老婆比較怕蟲 所以就未必會選一戶電 所以我們就 那時候大概有一半年時間 多一點就長期留意著在大版的盤 包括大版市中心的盤也都有 但是法國大版市中心的盤 其實如果要買一些 可能兩三房 其實都比較貴的 可能要到四五千萬日圓 所以後來就慢慢 反正時間那麼多 就慢慢自己再探望 再看多一點 就開始沿著南海電鐵的快站 逐個逐個看了 例如街市 慢慢看 後來看到全大樽 這個盤很有趣 這裡有這麼高的Tower Mansion 因為其實在日本來說 要高過二十層樓的Tower Mansion 其實都不是很多 而且它的設計都很漂亮 在Google Map也看到好像很特別 就開始鎖定這一區 到它有我這個盤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當時還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就是我直接收到它減價 它本來是賣二千三百八十日圓 即是十八十萬日圓 後來它減了價 然後我才立刻 即是我在WhatsApp找到 喂,我想買這個盤 你給我幫忙 其實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最初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哇,客戶這麼爽快 會不會轉頭 會不會轉頭 就說都是沒有了,那就算了 那些呢 但你又真的很指定 即是指明這個盤 對,我想我給錢也很爽快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還未開老瓜 還未過到你 如果我買Tower Mansion 至少我覺得那樣東西 都比較容易控制到 比較容易估計到的是什麼 如果我買過一戶件 其實可能我沒有現場看過 是真的多一點難度 是 第一次你跟我說 指定想要買這個盤的時候 每個人買之前都會想看一看盤 對嗎? 那我第一次上來 其實已經是有點驚訝 因為見到現場 就發覺 哇,壞到… 即是殘到這樣 我心想想 你會不會好不容易呢? 我是反而覺得它這樣 我才想買的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有一個決心 一定是會全屋裝修 全部都蓋起來 其實當時也有一些盤 是已經有基本裝修過了 反而那些我就很… 不知道買不買好 就是因為 如果我買回來 有一些位置 最後是不適合心水 那我還做不做過好呢? 因為一做就好像很浪費 而且也好像很不值錢 即是它賣給你一個樓價 已經包含了那些裝修費 你不要你就拆掉它 例如它的廚房 它已經弄好了 它沒有洗碗機 那我最後又要拆一塊東西 又安裝洗碗機 其實那裡又多花一塊錢 是啊,這家屋本身是… 以我記得它本身是沒有洗碗機的 是的,它原裝二十多年前是沒有的 但就算有些人翻身也好 它可能是叫裝飾的翻身 等家屋賣得好一點 那它就不會給你一些最美的東西 那時候它可能有一些高級的頂配設備 那它就不會有 但我這些我也是希望要有的 其實我今早來的時候 我是開車來的 開一個小時才來得到這裡 你會覺得這裡其實會不會那麼方便 其實這裡跟大阪市中心都有些距離 所以其實你開車是會很耐下的 如果你不想高速就再久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用它的鐵路 譬如我們這裡 剛才你出去也看到 在那個站旁邊 那這個站叫全大樽站 其實如果你搭它的鐵路 20分鐘左右就已經去到南坡了 已經去到南坡市中心了 所以其實這裡 我想有個新德可以給香港人 就是說如果你是買這些房子 你想放租也好,自住也好 其實你要留意一下它的站 是不是有一些叫大站或快站 因為如果它有快車 即是有些快的鐵路會 skip站那些 其實就算它有些距離遠也好 都是很快可以去到市中心 那不要只看它的地面距離 你還要看看它的配套 你用Google Map 看看鐵路多快就去到市中心 這樣會是香港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因為香港的地鐵是不會 skip站 沒錯沒錯 但是日本很多鐵路都會 skip站 剛好說起都要想起我以前走來留學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住內樑嗎 又真的嗎 它由內樑的地區去到天王寺 它只不過是要19分鐘 但其實它的距離已經足以由上水到尖沙咀那麼遠 那其實你問我就是用這個方法 好像拉遠距離就令到樓價便宜了很多 但其實真的是通勤時間 不是真的比市中心的大阪人 好,那接下來不如我們說一下房子 這房子到底前前後後 花了多少錢 那是因為我在不同時間花的錢 就是我買樓和裝修都中間有一段時間距離 那我先說一下日圓 其實買這房子的樓價就是2150萬日圓 然後加上大概有10%的雜費 即是稅行、其他的律師費、中介費用 所以家屋其實大概花了2400萬日圓 然後裝修就花了1150萬日圓 然後再加上後期的電器、傢俬等等 大概花了8萬日圓 那不同時間的日圓對港幣是有不同的價錢的 總之加上所有港幣 就花了我大概265萬港幣 那我就有了這間三房兩廳的單位 再包買一個車位 所以其實現在香港人去買日本的房子 都會再大一點 就再便宜多20-30% 因為那些日圓真的便宜多 再省到幾十萬 以我的記憶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記得你初初第一次找我們的時候 就好像是去年的7月、8月左右 然後就完成這個交易 整個交易期好像去到10月左右 然後再加上我們去搞這個裝修 就是由12月左右 之後就搞一搞 本身初初他說是2月可以完工的 但是就因為一直都 這個肺炎的影響關係 所以他們入貨的動作 有所延遲 所以最後有4月才完工 其實基本上我們要做這個動作 預備進去住這個動作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都半年有多 就是10月收樓 4月才是 都花了很長時間 其實我想因為我那個時間又難些 又封關又成 如果將來開關的話 可能大家會好些 但是有什麼心得可以跟香港人分享 就是我們在找裝修公司的時候 首先我是有找客人幫忙 其實你自己如果過不了 你很難去控制這些東西 那你真的可能有一個 熟這邊的香港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去跟進是會好些的 那這方面我也很感謝阿巨人 幫我跟進得很好 那第二就是 其實有一些的裝修公司 是不會做你香港人生意的 那你記得我一開始 找那間裝修公司 給你去聯絡的 那其實那間都不肯做我生意的 就是因為很多日本的裝修公司 他們覺得 如果我不可以跟你好好溝通 我就不如不要做了 他們不是怕那單生意 他們是怕做壞了他們的名字 完成不到一件合理的貨 給客人 即是給客人投訴 對 他們覺得溝通很重要 日本人覺得溝通很重要 所以後來他們就再介紹一些公司 給我 那些公司都很好 第一 都願意接單 第二 其實整個過程都很透明 令到我們就算不可以這樣溝通 也好 但是見貨 最後也完成到很多我們本身的要求 所以要找對方 我想最重要是找對方 對方 還有當然 如果多些圖 可以給別人參考 也是一個幫助 最初你是給一個表 在一個表上 就像一個說明書 那樣說 這一塊想怎樣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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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這個設計 都是由你去決定的 有否有什麼心得可以分享 其實那裡就類似 做了一個Excel表 分開很多不同的桌子 例如廳想怎樣做 房間想怎樣做 整個地板怎樣 灯光是怎樣 那些就每一樣東西 我都找了一個圖去說 然後譬如廚房 浴室這些 它可以叫做一體式的那些 那些 就直接去找那些公司 去找它的一體式的圖出來 最後就無論是巨人都好 或者是裝修公司都好 其實見到之後 整件事就容易很多 就不用那麼多 羅流胡回的問答 我亦都想問一問 就是以你最後的成品 始終你是軟隔著螢幕 就是指揮著我們做你這個設計出來 那最後 成事之後你覺得 會不會有很大的落差 是什麼地方 我想完成度都去到九成以上 那當然 你說如果再做多一次 會不會有些位置可以再改善呢 那會有的 但是你問我們住到你這間屋 已經是很開心 因為坦白說 搖距去搞 就是不要說搖距去搞 就算你在香港自己搞裝修 都不是每樣東西都盡如人意 那如果去到九成以上的完成度 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那所以你問我是非常收貨 也都很感謝巨人 裝修公司 去幫我做一家我這麼喜歡的屋子 多謝你的支持 不過說又說 我剛好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個人經驗 就是我以前曾經聽過 有些人是裝修爛尾 裝修工人不見了 然後就剩下一個 做了一半的公事現場 在日本 是呀 是呀 我以為這些事是 例如香港 英國的事會發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但是我之前真的試過 突然間有個客人就說 我這個就裝修到一半 你可以幫我找些人安排一下 去接手 這些我真的試過 我想這些事的發生 都可以有很多因素 譬如可能整整一下 最後罵了又好什麼都好 或者價錢談不行 或者可能一開始的報價 和最後收的錢又可能不同 那客人不肯付錢 這些我們尤其是隔山買牛的話 都要看它 都是分短收費 其實這間裝修公司也是很好的 都是做到一段程度 它才收你一筆錢 那它有一筆比較大的錢 都是去到後期才收 所以真的又可以看看 它的裝修進度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 當你買這個物業之前 或者是賣交易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有些不安的 即是隔山買牛 不安就 因為其實我在香港都買樓花的 所以如果你說所謂的不安 其實我想可能在香港買樓花 就更害怕 始終一層樓都還未建好 那我這裡就算買一個舊的單位 我至少是一個現成 我看得到的單位 而且我也覺得在日本買樓 那些程序都做得很足 譬如說回這層樓 它裡面的屋企等等 都是要有一個專業的人 去逐項逐項說回 即是就算我多不想聽也好 它都會說 是的 所以這些位置 雖然你未必完全明白 但其實這些位置都給你一些安心 所以你問我在日本 這樣買一個二手單位 我是沒有什麼擔心的 因為每一段時間都好 巨人都會去更新我 現在的進度是怎樣 那麼我們已經過了一個一個難關 叫做一個一個關鍵日期 關鍵時間 所以其實都是看著整間樓 收了回來 鎖匙在手上 然後又有裝修公司報價 那麼報價也都很詳細去列明 每一件東西要花多少錢 哪些位置是花在一些設備上 哪些位置是花在一些工廠上 那麼我們那時候 最後都找了兩間公司給錢 還有一間是要留夜跟你播 我和你一起 是的 其實我一看那個價錢表 那麼我大概都比較到 兩間公司的費用是差別多少 那麼我至少可以很清晰地 客觀去比較到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說很困惑 或者是一些擔心的時間 那麼我當然都是要自己 要跟得足一點 中間 那麼對最後 我們很多謝智慧抽時間 和我們進行今次這個節目訪問 那麼希望今次這個內容 可以幫助到一些 即將要走來日本居住的香港人 那麼今天我們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對日本的物業有興趣 不論是買、賣、投資 都可以到處找我們 那買的流程和賣的流程 我們都介紹過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段影片 和這段影片 而我的聯絡方式就貼在這裡 或者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資訊欄 那麼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就來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